那我想請問就是說 細水膠片的影型眼鏡會比較貴嗎 就是大家會認為 你眼鏡戴幾度的眼鏡 影型眼鏡就戴幾度 其實這是錯的對不對 對沒錯 因為影型眼鏡的度數 跟眼鏡的度數是要不一樣 你看這部影片 不管你是已經戴影型眼鏡 很多年的人 或即將買影型眼鏡要戴的人 都可以看一看這支影片 因為我們會聊一些比較深入 關於影型眼鏡的話題 而且我有請到專家來 對我不是一個 影型眼鏡的使用者而已 我有帶一個專家 大家好 我是法帥 歡迎來到人生好男頻道 人生常常有些難題 那不知道你會不會遇到 就是影型眼鏡戴起來不舒服 戴不久 或不知道什麼影型眼鏡適合你 那你記得把這影片看完 或許對你有些幫助 怎麼樣讓影型眼鏡戴得很舒服 那因為網路上有 非常多YouTube 已經分享過這一件事情 但是 他們都不是專業的 而我 也不是專業的 對 所以呢 我今天來拜訪一個朋友 你看的話 桌上有一大堆影型眼鏡 對 沒錯 我來拜訪一位 戴影型眼鏡 對影型眼鏡 非常有研究的朋友 Erica 耶 大家好 我是中式眼鏡的首席 艷光師 Erica 也是台灣首屆艷光師 然後我們公司在台中市 潭子區也經營了30年了 在地經營 這麼厲害 所以 今年貴更 30 所以你從打蟲娘胎就開始研究 好好 對對 非常厲害 所以呢 我們請Erica來跟我們聊一聊 就是影型眼鏡要注意哪一些事項 第一個 我們想要先來了解 就是 你看這部影片 不管你是已經戴影型眼鏡 很多年的人 或即將買影型眼鏡要戴的人 都可以看一看這支影片 因為我們會聊一些比較深入 關影型眼鏡的話題 而且我有請到專家來 對 我不是一個影型眼鏡的使用者而已 我有戴一個專家 我們的指甲 一定要剪乾淨 因為我們要戴的話 是用食指跟大拇指去做 可以戴 操作 是 所以大拇指跟食指的指甲 一定要剪的比較短一些 用我們的指甲指部去捏拿鏡片 才不會去用指甲勾到你的眼睛 噢 那這樣聽起來 剛剪完指甲也最好 就是要磨平 做到磨平 你不能有一點 尖尖的 你可能就把眼睛劃破了 對 好 第一個注意事項 我們要剪指甲 好 再來就是洗手 要把味膠這個方面要做得很徹底一點 所以洗手一定要經過洗手乳 然後洗乾 現在用衛生紙擦乾 而且不要有棉絮在你的指甲 還有手指頭上面 好 我覺得突然想到棉絮這蠻可怕的 就是如果你擦 然後有棉絮在上面 你可能棉絮就沾到偏近 所以 因為那個衛生紙的棉絮很細 對 看不出來很尷尬 好 睡眠要足夠 睡眠要足夠 比如說一天 你如果是睡八個小時而聊 對 你今天就是要睡滿八個小時以上 才可以叫做睡眠充足 才可以去戴隱閒鏡 所以睡眠不充足 戴隱閒鏡會怎麼樣 眼睛會有血絲 而且容易紅 時間也戴不長 眼睛比較容易乾 哦 因為眼睛的狀況本身就已經不好了 你又鋪一層保鮮膜在上面 狀況更不好 哦 很好的比喻 一般我們在買隱閒鏡 現在最多人就是拋季式的 對 那日拋是最多 再來是周拋啊 月拋這些 那日拋的話 它的使用期限就是打開 日拋就是一天就丟了 周拋就是兩個禮拜 呃 我有聽過一個比喻 就是有點像罐頭對不對 你不開保存期限就很久 對 一開接觸到空氣 它就剩一天的壽命 沒錯 我們可以這樣 跟藥水一樣 藥水上面的使用期限都有三年 對 有三年 然後你開封之後就是一個月要用完 如果沒有用完的話 就是會生細菌 因為台灣比較潮濕 就會變成毒 毒藥 本來是洗的藥水變成髒水了 對 不是用永久的 所以保存期限這個蠻重要的 很多藥水我就沒注意到 因為我記得藥水慢慢用 好像都超過一個月耶 用量多一點 哦 就 多清洗 我們可以我們可以這樣想 就是說其實它那個小潮 其實慢慢 每天用其實可能一個月用不完 但是我們可以奢侈一點用 只多一點 只多一點 然後洗一兩次 哦 洗兩次 哦 對對對 這樣子就一個月內就用了完 嗯 就是大家會認為 你眼鏡戴幾度的眼鏡 眼鏡就戴幾度 其實這是錯的對不對 對 對沒錯 因為隱形眼鏡的度數跟眼鏡的度數 是要不一樣 哦 哦 哦 先生你太恐怕了 等一下我十幾年也在眼鏡就戴錯了 隱形眼鏡的度數跟隱形的度數要不一樣 哦這個事情達過我的認知 怎麼說 因為我們眼鏡的話是有像這樣子 就是離一段距離 那隱形眼鏡是直接貼眼球 它會有這一段叫做 頂點距離 頂點距離 哦 頂點距離 頂點就是 頂端的頂 頂端的頂 頂點 頂點距離 就是說 鏡片離眼球的距離 叫頂點距離 OK 好 那度數的話 這一邊的距離 可能會差超多25至50度 度數越高 差越多 我們每個人的隱形眼鏡的度數就是要應該由我們的 眼光師去做檢查量你的度數還有角膜度度去幫你配飾一個適合你眼睛大小的 哦 這樣子我聽起來發現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沒有做這件事情你是不是應該做這件事情再去幫你險境 就是你會有一個眼鏡的度數跟一個隱形的度數哦這個厲害耶 這個是很重要的姿勢耶很多人都不知道 然後再來就是說現在市面上這麼多隱形鏡啊 對 每家廠家都做的不太一樣 弧度 會有眼睛的弧度跟直徑 那每個的弧度跟直徑的話 戴在眼睛的感受都不太一樣 弧度其實是 弧度這樣 鏡片的弧度 這樣 哦這樣 不是這樣 不是這樣子 不能做這個動作 正反面的話我們就是看最偏偏它的有一個弧是往內 它就是像一個碗狀就是正面 碗狀就是正面 對 那如果是反面的話 我們先把它綁出來先看一下 我覺得這樣子操作已經 因為我都很害怕的 害怕 對啊 就感覺很突破 邊邊是往外敲 哦它有點這樣子 往外翻 但是有些人眼睛還是有點問題 度數太高沒有辦法看得清楚 對啊 欸對耶那怎麼辦 我們也可以把它放在我們的湖口這邊有一條線 對 然後稍微彎曲一下 那鏡片是往外翻的 哦就是就是反面 折起來 往外翻它就是反面 對 那如果我們再把它放為正面 對 那是 往內 啊 有眼鏡的 對 然後我們看 好 第一次這樣完成 你今天就覺得蠻有趣的 湖口這邊 對 然後把它彎起來 哦往內 往內 就是正確的 哦往內 啊好像包水餃 包水餃 水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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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正的 哦原來有這招耶 真的是學到了耶 然後再來 真的沒有辦法 也沒有辦法辨認的時候 戴在眼睛 就很清楚 然後戴在眼睛 你眨眼的時候 它鏡片不會跟著你的眼鏡去 哦它會 放到去 而且卡卡的話你就拿起來 再換一下反面 對 翻面一下看看是不是 也是一樣很暗熟 了解 如果是 欸是有怪怪的 那一定是戴上反面 但我覺得影子眼鏡 它會翻面 真的很像耳機線小精靈 很奇怪啊 明明就放到影子眼鏡盒裡頭 明明就是震了放進去 欸奇怪夾起來就變反了 欸對 因為運送過程當中 一定會像這樣搖晃搖晃 哦 不會那麼劇烈啊 但是汽車 會搖晃貨運嘛 所以機器也會搖晃 一般的影子眼鏡 因為市面上影子眼鏡都是水膠鏡片 那水膠鏡片它是比較容易吸水 水膠 水膠 水膠鏡片 一個叫水膠 一個叫 細水膠 那細水膠的話 它是比較不會吸收眼睛的類似 那水膠鏡片 它會吸收眼鏡的類似 我問一下法帥 就是 含水量比較高的鏡片比較好 還是低含水的鏡片 戴在眼睛比較 嗯 時間長短 為什麼來趕不來拍這一集 是我對影子眼鏡非常有研究 一般來講 大家都會認為 含水量 剛剛它水越多越好啊 這樣眼睛越濕潤 其實錯的 其實錯的 對 隱形眼鏡它含水量越低 其實是越好 因為它越不會搶你眼睛的水 假設隱形眼鏡含水量這個是60%跟40% 60%它就是一直要吃水 吃到60%才可以滿 所以你眼睛很乾 40%的它只要40%就滿了 所以你眼睛不用到很濕 它也不會讓你一直吃你眼睛的水分 所以其實隱形眼鏡含水量是越低越好 越低越好 答對了 我可以下課 沒有啦 還是你專業 我只是有做一點功課 對對對 因為我很常帶點 低含水的話 你如果在長時間在冷氣房裡面 因為它會有除飾的效果 所以就是帶低含水的 那如果是戶外打球 那種時間比較短的水膠片 高含水的 它是一開始帶起來很舒適 哦 那也不一定是好壞 像我們剛剛討論是 看環境 是看環境 你還是知道我學到了一課 我不知道看環境 因為我就以為是買含水量越低 所以其實含水量越低 其實帶起來舒適度也越差對不對 我們先不要討論時間拉長 就是戴上去之後 戴上去之後 一開始沒有像高含水的 這麼的舒適性 因為它比較水 但它比較耐久 對 比較耐久 所以 低含水耐久 高含水舒服耐久 哦 所以也不一定是含水量越低越好 對對對 就是看自己每個人的工作環境 跟他們的生活習慣去做改變就好 哇哦 再來就是細水膠 細水膠它不會因為高含水或低含水而有任何的改變 哦 細水 我們剛剛討論的是水膠 水膠 水膠會細水 對對對 因為它放在空氣當中水分會蒸發 對 像你剛剛講的 60%蒸發眼睛要督住 60%含水 對 那這個水膠引擎 對 放在桌上 它是會蒸發就乾掉了 對 應該有拿過引擎放在桌上 像餅乾一樣 對 就碎掉了 那細水膠的話 它把它放在空氣當中水分蒸發之後 它鏡片一個月拿起來還是有一點 Cue Cue的 噢 濕濕的是不太可 Cue 就是說它還有保持彈性 對 高含水的鏡片是帶起來是舒適度 也會比較高 因為它 它不會搶水分 對 不會搶水分 一旦去就是水分比較高 所以我們解決了剛剛兩個問題 但是它有一個缺點就是說 它厚度比較厚 戴起來比較有衣物感 一般 我這樣講好了 一般我們買到的都是水膠對不對 一般 對 都是水膠 所以我也可以去指定說 我就不怕衣物感 但我想戴久一點 時間長一點 我就說我要細水膠 但是細水膠 因為也是出來好幾年了 對 所以它的材質也是在慢慢進步 又慢慢變飽 所以現在戴起來不適的感覺啊 就是跟我們的水膠片一樣 像沒有戴一樣 哦 了解 那我想請問就是說 細水膠片的以前會比較貴嗎 會 貴很多 如果是以日拋來講的話 應該會多個 五倍的價錢 那真的是 有錢人 一單片算的話 一單片算五倍 不是 一單片算五倍 那得是兩片是十倍呢 我們要十四球四精神 看 專業 對不對 那有一些 他拍很多 但是他也 對這不是很了解 一倍啦 一倍跟兩倍啦 兩倍 我們講數學兩倍 比如說一片是十三塊 那就可能要二十五塊 二十五塊 兩倍的價值 但是還可以接受 為了舒服 為了舒服還可以接受 所以 如果今天我想 舒服一點的戴眼鏡 我就進去 老闆我要細水膠 我就是有錢 沒錯 沒有啦 沒有差那個錢 為了眼鏡健康 還是去選擇 適合自己的眼鏡 是 然後我們這邊的話 是可以給客人試戴 各個常買的眼鏡 比如說你買一盒回去 然後一片不行 整個都料理 啊 了解 可以試戴給你們看 可以先試戴 如果不行 整個再拿來換 就可以了 哇 好貼心的服務喔 那我想要問就是說 有遇到一個狀況就是 你有聽過一個成語叫 騎虎難笑嗎 騎虎呢 有 對 以前眼鏡也會戴簡單 拔很難 拔很難怎麼辦 姿勢的不正確之外 然後眼睛有可能戴時間過久 不會太乾 那如果是剛戴上去拔不下來 那個就是姿勢的問題 還有要克服心裡的恐懼感 因為我的手 手指頭要去摸到眼球 也是一項非常艱難的任務 真的蠻可怕 讓自己用單一隻手指啊 碰著我們的眼睛 隱形眼鏡邊邊 然後輕觸碰 然後左右滑一下看 對 確實是我碰到隱形眼鏡的 這樣就感覺比較不會怕 那我再伸出我們的大拇指 去拿這個鏡片試試看 對 哦 這樣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那如果是戴時間比較長 就是太乾 你可以滴一點人工淚液跟鮮水 來做一點輔助 讓眼球濕潤一點 那就比較好 這個我也有一個問題 在戴隱形眼鏡的時候 可以滴一點藥水嗎 人工淚液是OK的 人工淚液OK 那藥水就是要看說 是什麼樣的藥水 是不是有一些藥水有腐蝕性 對 所以比較不建議說 你戴隱形眼鏡 還去滴一些 眼藥水 眼藥水 那通常你去點 眼藥水的時候 都是眼睛已經有症狀了 所以也比較不建議 去戴隱形眼鏡 哦 了解 但是有一些眼藥水 是專門就佛移性用的 它有點介於人工淚液 跟眼藥水之間 會涼涼的 對 它可能會比較舒服 這樣子 舒適度比較高 那女生在化妝的時候 是要先化妝戴隱形眼鏡 還是戴隱形眼鏡再化妝 先戴隱形眼鏡之後再化妝 卸妝這個部分 就是先卸完之後 再打隱形眼鏡 先卸完妝 再拿隱形眼鏡 對 哦 那為什麼要這樣子的順序 這才不會讓我們那個 化粉的東西 去碰到隱形眼鏡的化妝眼鏡 那個真理老師 每天都化妝化的 毛毛毛毛 他都是先戴隱形眼鏡在化妝 那先戴隱形眼鏡在化妝 有一個好處就是 這是我問女生的啦 就是他說 因為女生都要上睫毛膏 那你說睫毛膏一刷 其實他裡頭有很多 小朋友會彈到眼球裡頭 那你又把隱形眼鏡戴上去 等於是隱形眼鏡戴上去 就包住那個髒東西 然後就包住眼球 哇一直磨一直磨 超不舒服的 所以隱形眼鏡其實 在女生化眼妝 有一個保護的作用 你有畫過眼妝嗎 沒有 我看畫眼妝超可怕的 男生化都飆淚 很痛 就很不舒服 比戴隱形眼鏡還可怕 我們來問一個就是很重要的 就是到底我們眼鏡臺 全部上面都是一堆奇怪的數據 那這些數據到底寫了 一些什麼東西呢 我們來了解一下 眼鏡的包裝上面的數據 前面有一個負號 前面這個就是我們的度數 1.50就是150度的度數 度數是五個跳嗎 如果是600度以內 拋棄式的600度以內 就是25度以跳 拋棄式 600度以內是25度以跳 然後又分踩森跟透明的 那像我有一個問題 如果我今天是130度 我應該配150的還是配125的 換算下來可能是要用125度就好了 就是配接近的 最接近的 不管是距離近或遠 假設我今天是145度 那就配150度 125度 還是比較輕的度數據帶 我們今天要帶輕的那一個範疇 因為剛剛有講那個點檢距離 還有點檢距離的問題 啊 了解 所以要扣一點度數就好了 了解 那像BC的話 每一盒都會寫BC 這個就是弧度 就是要我們驗光師去量測 你的弧度之後去驗配 每個人所需要的弧度是怎麼樣 對 弧度越小 它是越緊的 對 弧度越大 像如果是9.0它是越鬆 然後最後還有一個直徑 直徑是14.2是每一個廠家的均配的度數 所以基本上在就是日拋的比較公版對不對 對 所以如果今天要帶舒服一點 你去量那個弧距啊量什麼 就可能要配月拋才帶起來比較舒服 月拋也是均配的乳素啊 對 那如果是想要舒適度更高 符合自己眼睛的弧度 對 直徑大小的話 我們就是要把整個眼球的數據都量出來 去量增定做你的軟視影減徑 但其實有很多不良示範 很多人拿日拋帶齊填 這個就是不行的 不行 其實是不行的 其實日拋來講 會比長袋型量增定做還要貴 每天帶的話 如果每天帶的話 所以長袋型雖然一筆錢的比較高 但是換算每天帶的話 其實一天比好奇事便宜 非常非常便宜 所以我在選擇隱形眼鏡的時候 我也可以選擇去量增定做 量增定做的 那它也有放大電嗎 也是有 也是有 但是比較沒有那麼多 那我問一個問題 我不知道你以一個專業眼光師的角度認不認同 女生戴隱形眼鏡能夠戴得比男生久 這件事不是對的嗎 對 因為類意比較發達 是這樣子嗎 我覺得戴隱形眼鏡其實對男生的角度 是一件非常崩潰 非常不舒服的事情 就我大概戴第五個小時之後 就會整個爆炸 我歷任的女朋友 每一任女朋友戴隱形眼鏡都可以戴超過18個小時 然後都很久 不會拿下來 然後問他說眼鏡因為不舒服 不會完全沒有反應 對所以他們都很厲害 然後有一個說法 我聽過一個眼科醫師說法 他說女生類型比較發達 就是含眼鏡的含水比較多 不會像男生容易眼睛感 首先呢 怎麼樣可以選擇出適合自己的隱形眼鏡 那你可以看我下面連結有上一集 我們有非常多的數據分析 然後教大家怎麼戴適合的隱形眼鏡 但今天呢我要用我個人的方法 全球突破 沒有曝光 沒有任何用過的方法 使用出哪個隱形眼鏡最適合你 這個厲害了吧 好那你先我們之前都講都數據的方法 那其實呢我是一個從小就戴隱形眼鏡 因為我非常愛漂亮 我國中就戴隱形眼鏡 然後戴到現在都不用戴了 因為戴的時間太長 所以我在戴隱形眼鏡這個時間 我每天戴的時間都超過10個小時 然後每次戴到後半段都會開始這樣 就開始慌張太乾了 所以因為現在網路來說 賣隱形眼鏡太氾濫 所以不知道是不是合格隱形眼鏡 所以第一件事情 我們一定要挑就是 衛服部任何隱形眼鏡 相對比較安全 因為每一盒後面都會寫 衛服部合格的 每一格都會寫 衛服部合格 OK 有醫藥署 有字號 有字號的隱形眼鏡 這第一個一定要帶 有字號的這個產品 這是第一個 然後大家要注意的地方就是說 透明跟放大片 放大片一定比較不舒服 對 因為放大片它如果是合格的 它的隱形眼鏡是 一層透明一層透明 顏色是夾在中間 這叫三明治的做法 嗯 才不會讓顏色露出去 對 渲染到我們的眼鏡 所以就會比較紅 對 就會比較不舒服 會有一點異物感 嗯了解 如果是戴習慣的 應該是 戴習慣還好 而且我發現帶放大片好像那個 彩光會比較差 如果我在玩攝影 感覺好像色階 好像那個亮度掉一階 接下來我要問一個問題 我要怎麼樣選到最適合我的隱形眼鏡 就戴起來最舒服 最舒服 對 還是要給我們兩側之後 再去決定說要戴哪一款 浩氣式的隱形眼鏡 對 那如果是真的沒辦法去知道說哪一款 我們這邊有可以跟大家試戴 OK 好 那接下來呢 請記得看下一集 因為下一集呢 法帥我要分享 怎麼樣可以戴隱形眼鏡 讓你保證戴得舒服 讓你戴起來像沒戴隱形眼鏡一樣的方法 好 我是寶帥 歡迎來到我的人生好玩頻道 記得訂閱加分享 我們下集見 掰掰 戴這麼多年的隱形眼鏡 怎麼樣可以戴出適合自己的隱形眼鏡 除了你去專業的驗光所 或者是到眼鏡行去 測量你眼鏡的參數以外呢 其實有一個非常簡單 你國小就會用的方式 來戴出適合自己的隱形眼鏡 改觀看